原标题 面对几十倍的敌军 确斩钢刀 拼近最后一人 日军称 如此盲命之队 在抗日战争中 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抗日英雄 他们靠着自己的血肉之躯 跟日冠鬼子厮杀 换来了如今我们的美好生活 可是也有许许多多的 默默无闻的抗日大侠 不被人们所熟知 其中就包括刘老庄联的 八十多名战士 一部分埋在冰山以降的 抗日少将们 提起刘老庄联 虽然他们并没有多么的出名 但是他们身上的爱国精神 英勇无畏的作战 丝毫不比出名的抗日英雄差 刘老庄联这个名称 是在全队队员全部为国捐区后才得罪的 最后的结果特别的让人感到联系 首次察觉关于刘老庄联的技术 是在日本鬼子的史册里 1943年3月的一天 日本鬼子展开 彻底清剿苏北共产党新四军的行动 清剿展开后 二百多名日本鬼子兵 在刘老庄周围清扫时 在壕沟内碰到新四军的袭击 紧接着 一批日本鬼子步兵也前来支援 这只跟日本鬼子打斗的军队 正是新四军一个连的八十多名勇士 由于我军人数的稀少 再加上武器装备的落后 而日本鬼子军有野炮中队 机关枪中队和大队的步兵炮小队 跟我军相比那真的是必死无疑 日本鬼子在了解的我军战士人数很少时 曾经想着说服我军勇士们向他们低头 让日本鬼子没想到的是 那麽说服我军投降的汉奸 被我军一枪毙命 八十多名勇士们跟日本鬼子展开了猛烈的打斗 根据日日本鬼子阵地资料展示 步兵炮小队一共朝这八十多名勇士 发射了六十多个炮弹 扔出的手雷 打出的子弹更是数不清 通过一波激烈的攻击后 日本鬼子展开了高超式攻击我军 我军跟日本鬼子拼了命的厮杀 虽然日本鬼子占了许多的优势 但是我军的勇士们不气馁忍着伤痛 不少的日本鬼子其中也有日本鬼子兵的头目 战争结束后将这一连称作刘老庄连 从此以后一直被人们传送着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